习近平在军委会议讲话反腐部分位置较低,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8月17日至19日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,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了他的讲话,但其中的反腐部分,放在了讲话的最后,显得在这方面比较低调。 新华社8月19日报道习近平全面加强新时代,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,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政,至保证全文13段从第三段到第11段说的都是习近平强调或者习近平指出,全文有三处提到反腐在总结成绩时提到坚持政风速记,反腐成恶在第10段提到深入推进, 我军党封联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而专门的反腐论述在第11段文章说,习近平指出反腐败斗争,必须坚定不宜抓下去,不会变风转向,要坚持无禁区,全覆盖,零容忍坚持重恶制,强高压,长震慑,坚持受贿行贿,一起查现权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,扎紧制度笼子,不给权力脱轨,越轨留空子, 要坚持标本监制,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,注重在顾本培人上下功夫,引导大家正心修身,律己持家,清廉为官,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,这是官媒报道,习近平这次讲话的最后一段文章中下面的两段话,主要说,的是谁出席了会议。 而在中共国防部网站,刊登的军报记者报道习近平出席,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,并发表重要讲话格局相同,专门一段反腐论述。 也在第十一段该文,也是全长十三段刘元上将肃清郭徐影响绝对正确,张扬五毒俱全。 2014年3月4日,中国军队总后勤部政委刘元将军,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之后离开人民大会堂,8月19日中国新京报的微信公众号正式而发表,对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,退役上将刘元的专访。 正式而将刘元称为军队反腐先锋刘元,说,目前军队的腐败情况,已经得到了有效制止,正在往更好的方向走不过。 徐才后掌管政治工作十年期间,对选人用人造成的污染和危害是全局性的,致命性的刘元还告诉新京报,反腐是一场19战18大之后肃清郭徐影响重塑军队是绝对正确的。 比如张阳,防风辉的问题都是郭伯雄,徐才后一读,对一部分当时牵连出来很多人,但张阳的问题比郭伯雄,徐才后还严重张阳涉案数额巨大作为政治部主任,他五读剧宣,2017年11月28日新华社宣布张阳因涉嫌卷入郭伯雄,徐才后等案被调查在11月23日自意身亡。 新华社说张阳严重违纪违法,涉嫌行贿受贿,巨额财产来源,不明犯罪新京报,上述文章的标题是留言。 徐才后找我谈过你告古俊山,还没准,古俊山把你整倒了呢? 古俊山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。 2015年8月10日中国军事法院认定古俊山犯贪污罪、受贿罪、挪用公款罪、行贿罪、滥用职权罪、恕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。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,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赃物,予以追缴剥夺中将军衔。